親愛的朋友 大家平安 今天跟大家做分享的主題 是站在上的那邊 小龍王的一生真的是一個比拒 一邊有期待 最多王者 是因為一世的人 婦人似乎 要生的三五年 也就是最好是位叔叔說 要有一個一世的孤兒 結果 這個比正人關一個頭的青年 就不免記錶重獎 一世的孤兒 可是第一的孤兒 沒有全人只能夠學習 也沒有爸爸 或是說 住那兒 能夠請教 唯一 能夠做的就是一世 都自己來自己摸索 這是一個讓人覺得 真的恐慌的經驗 因為未來 像我未知 對自己 對全國的國家 都是未知 因為這樣 對小龍王來說 這種的重責大任 可能是太重了 三五年真是他的衣娃殼 但是跟婦律師人 正前進前 三五年遲到了 所有生修很大的壓力 不動不動 就越全自己憲罪給相對 這段事情得罪了相對 也現時 所有是一個沉不住氣的人 是一個沒辦法生修壓力的忍修 這是蘇龍王管委開始降落的這個開始 這是相對協會 立以罪一世的王的開始 這段事 開始後蘇龍王 他王朝後期 那個惡性的循環 就是他的通知哪來哪不順利 內憂外返哪來哪坐 三五年已經年老 已經貴心 最後蘇龍王開始進臨 要進退失去 開始行為造成 因為這樣 蘇龍王甚至到交過 到要抬代筆的這個派的行為 裡面 最後國館跟四名都做回事 蘇龍王的比拒 提起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沒有問上台什麼站在我們這邊 我們要問自己什麼站在上台那邊 人類的冠病和生命 都是對上台所相信 上台自然可以收回 在我們無尊行上台 只以無照上台 發起的方式和時間來 驚輸為人的時候 我們就不怕在政策的中間 我們就可能漸漸漸失去 對上台來的冠病和影響 這麼多受上台 放閃的臉書 這麼多失去勉禮的國 那像相同一樣 所以就原來在 在到生日的時候 驚勝勤兵 原來在將館的時候 驚勝主秀 阿咧 阿咧 阿咧